别卧行 更重要的 把卧念借出 真正做到 心善 严善 行善 三业借善 把这个功德 回向个冤亲债主 我拿这个还债 抵债 我相信冤亲债主 绝大多数 愿意接受 这在化解 菩提道上 才能够一帆风生 所以 我们常念回向记 愿意词功德 庄严佛进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就是设 借 解 愿 但是你要想想 我们拿什么功德 念一遍经 没有功德 拜个佛 有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心行不相应 齐心动念 还是自私自利 俗作所为 还是 损人力极 拿着的功德 礼佛 怎样 礼佛 怎样 礼佛才有功德 拿礼佛这一份 恭敬心 恭敬一切众生 这个礼佛 就有功德 我对佛这么恭敬 我对一切众生 都是这样恭敬 这个才是功德 对佛很恭敬 对人不恭敬 这个没有功德 念经 解义 奉行 这个功德 光念 不解其义 也不知道落实 念经 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那个回向 是大忘语 大忘语 就有罪过 鬼神绩效 鬼神不会原谅 所以我们要真修 从心地 从言语 从行为 要改过自信 按我的标准 感应篇 是 非常好的教材 应光大使 为我们介绍 为我们推进 让我们多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 就是善我标准 这上面所说的善 我们做到没有 这上面所说的我 减点减点 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些过失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这就是功德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说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是什么